歡迎各位收看何鷹的英超直播視段 現在大家看到是來自斯坦福橋的現場訊號 車路士對曼聯是本州的重頭大戰 為何這麼重頭? 摩聯又回來,大家怎會不看? 大家要看看這個球迷會不會招呼他 球迷為何要招呼他呢? 他太厲害了 因為車路士在英超裏面對著曼聯 贏了十六次 贏了十六次 有五次都是摩聯盧做出來的 就是近這個對賽成績 車路士對著曼聯 近七場車路士都不用輸的 有四次還要贏曼聯 對賽往績在斯坦福橋 看來這個車路士真的佔上風 不過情況有所變動 因為人的改變 摩聯盧現在是賭歌雙向 現在教的是曼聯 回來斯坦福橋 進行這場英超的大戰 好了,雙方的陣容值得留意一點就是 車路士現在是用回 有時候看著摩聯盧在斯坦福橋 都還以為他教車路士 用回乾地了 現在車路士教乾地了 因為乾地教車路士了 不好意思 現在打回三中堅了 這個是乾地 用回兩隻wingback 然後現在打的陣式很有趣 他又有兩隻翼在前面 因為就是哈薩德 還有這個是柏道 變成他們現在 車路士在邊路的實力是沒有變 但是中路的防守是強了 唯一的問題就是他放棄了進攻中場的創造 但是在這一方面來說 做反擊車路士 在這個陣式是會漂亮的 因為打三中堅是一個反擊陣式 防反陣式 所以現在車路士 他上次對著李斯特成 在主場都是這麼成功 因為他們可以放下身段 終於在陣式上的調配 球員終於可以做乾地所想的事 而反過來看 曼聯這一邊又如何 情況都很類似 因為他們現在曼聯 已經是打回防反了 例如好像對著上一場 波的利物浦 他們也是先打防反 就像前面有二巴謙有浦巴 這些這麼具質素的進攻球員也好 他們也是打防反 他們打防反 令到利物浦其實 只是去到下半場的尾段 才有些機會 所以整場的迫搶 曼聯做得不錯 可以是預期這場賽事 曼聯都會在士登福橋 迫搶這個車路士 但是車路士 它這一種 是352 323的防反 不好意思 要數一數 是523 不好意思 523的防反陣式 究竟兩隊都是打防反 賽事會是怎樣呢? 我們是由電腦 預測中 好了 這一邊是夏薩達 有一個佛球 說回 近方來說 曼聯可以說沒有車路士那麼好 因為曼聯連和了兩場賽事 包括和了上場的利物浦 但車路士連勝了兩場 英超 兩隊都其實沒有什麼歐洲賽的負擔 曼聯當然有歐霸要打 但是歐霸當然他們未必是有太大的重心 所以重心一定是這場賽事 他們一定有流力的 不過流力還流力 有一個不是那麼好的消息 就是史摩寧是受傷的 在那場賽事裡面 那場賽事 那場賽事呢 是摩連奴都不夠膽放得出來 希望他儘快休息成功 因為呢 曼聯的後防線是緊絕的 雖然今季是買了這個 是拜利進來 但是 因為長期是受傷的是非爾中斯 史摩寧如果有什麼問題呢 達禮達是需要進來踢的 或者叫白蓮達 白蓮達其實不是一個很正印的中堅 你記得到很多時候 亞位啊 頭槌的是解圍啊 位置上的步位啊 其實他都不是說在中堅上面 有出色的表現 他其實如果打閘啊 打防中其實是不錯的 那看一下他這個轉型有沒有效果 因為其實他的身形 他的位置上面 他好像他的名宿 這個是法蘭迪寶雅的 法蘭迪寶雅就是這一種身形 但是他有好的路數和好的是視野 他是打中堅 一直都是幫巴塞和荷蘭打中堅 法蘭迪寶雅他是屬於九十年代的球員來的 好了 講返這一邊車路士 上一場賽事 大衛雷斯的佛球呢 是你眼前一亮的 那現在呢 打三中堅呢 如果他上來呢 在後面的壓力也都 沒有那麼大 因為呢 後面還有兩個是充堅頂著 那這一種賺息呢 可能會放生了 是大衛雷斯的 這次呢 有很多佛球機會 他都沒有過來 他搶射 因為夏薩特在樹 那就是夏薩特搞 那另外呢 法比加斯呢 也都暫時是未相遇呢 那另外呢 就是奧斯卡 都還要屈居後備 因為呢 都是有些呢 是個人的問題 未能上陣的 好像上一場賽事 你認識他 都是有個人的問題 未能上陣 好了 這邊夏薩特的佛球 沒有 射到馬利 正面你說要射爆這一個 是迪基亞呢 是有難度的 人場也都不甘愣 是跳起了 其實呢 我說回呢 摩連奴 他回來呢 我認為這次呢 應該球迷呢 未必會招呼他的 始終呢 摩連奴回來這麼多次 這個英超賽場 手兩到 都是效力車路士 證明其實他一路都心懈於這一邊 他沒有什麼心機 去教其他球隊 去跟車路士的對抗 但是這次真是沒辦法了 因為他上一季 激怒了幾個球隊的重心 包括夏薩特 包括迪亞古哥斯達 所以呢 令到他們不踢 不想踢 結果整季的英超沒有了 整季英超的實力 或者爭奪的步伐沒有了 令到呢 他要黯然地下台 可以說是老大哥 逼走他 但是 我都說過了 摩連奴近期是有些是光碧自用的 我覺得陣式上他不肯轉 他還是有些個別自己的思維 不肯聽球隊的球員去說 意見 所以各樣那樣令到他近期的職業生涯 我覺得他是有些停滯不前 那就是我覺得 哥迪奧娜為何會被他環繞好呢 就因為 在一個 研究上面 在創新度上面 其實哥迪奧娜是會比摩連奴開放些 摩連奴是陣式幾鐵腕的 他是不可以有不同的聲音出現 他是要大家都聽他講 嘩 這邊摩爾巴欠差點 有一個是頭垂攻門 幾次是戴衛律師的解圍都有點闖絕 還有有些是衝動 摩連奴呢 第一次他來到英超 他教車路士 他來到那時候 他教那隊球隊的人 包括有祖高爾 林帕特 各樣的球員 都是未拿過冠軍 而這個摩連奴 他就是剛剛 剛剛教波圖拿了這個是歐聯 他來到對著 這一隊車路士的球員 他說 你們 還未拿過冠軍 但我就剛剛拿了歐聯 所以你們要聽我說 如果你們不聽我說就死定了 其實都是很證明到 摩連奴他是很喜歡 或者他是一定要 球員是完全聽他講的 當球員真的不聽他講 是會出事 那很多時候其實 其實球隊是缺烈 近期他是不能夠 教得那麼久 在每一隊球隊都不能夠 教得長的理由就是 球員有自己的意見 而車路士 就是 以摩連奴所 教的球隊 也都不是說 拿到很多冠軍 在這個情況下 這樣就會發生 決裂 因為球員那麼辛苦跟你熬 又不能出聲 搞得那麼久 都拿不到冠軍 結果就是 會有決裂的情況 所以摩連奴其實 如果他拿不到冠軍的話 他是會完全成為一個 是賭博的過程 當賭博的過程 駐馬越來越大 他跟這個 隊友的關係 也都會越來越差 所以摩連奴其實 我個人認為 我個人認為 摩連奴 他開始會逐步在 世界祝壇 佔據的位置會越來越低 就是說 他會越來越拿不到冠軍 球員會開始 越來越不聽話 他的陣式 也都不太大的變化 所以 我認為摩連奴的前途 其實是完全是沒有那麼好的 我反而覺得 是 乾地 高普 戈 戈奴奴 這些教練會開始蓋過他 當然 魂家會首先 比摩連奴更快退 之後 我認為 最短目的教練 引退 下一個相信是摩連奴 沒有了 可能有人會覺得 我 對著 摩連奴 這個評論 太過主觀 不過 我會相信我自己的 是預測 因為這些其實始終都是 揣測 揣測 永遠都是根據 現在 現有見到的 因素 所揣測出來 所以我不能夠排除 我不能夠排除 摩連奴有革新 180度的性格轉變 如果真的有的話 我當然這個預測是錯的 但是當時 如果摩連奴真的會轉變的時候 我的預測 當然是會轉變 我的風向 我的說法 我的個人預測 當然都是會轉變 所以繼續 是要觀察一下摩連奴 他自己個人的一些 修為和性格上 有沒有轉化 好了 上半場 是0比0 相信大家都預期的 我們下半場出來 繼續看 記得Like Share 和Subscribe 因為我很需要大家的留意 和電腦 都需要大家的鍾愛 好了 下半場再見 下半場再見